她的花 赏心悦目 气味芬芳 她的根 美味可口 止咳化痰 开花又大又香 你就是看腻了 哪天把它刨出来吃 这事我总觉得不靠谱 走进本期节目 跟随两位老师 一同探寻百合的神奇之处 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王振华 首先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中医养生医养师 铁峰老师 铁峰老师 您好 铁峰老师好 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这干啥 我家出点事 撑着了 还在这 肉吃多了 你得救救我 帮帮我 怎么了 看那样不像啥 真的 真的 集团伙似的 叫你什么回事 是 怎么了这是 就是最近段时间吧 早上你起来 嗓子就是干 然后咳嗽 然后连上好几天 其实我绝对是没什么事 我谁知道我嗓子有这忙的 我媳妇不乐意 就埋怨我说天天早上起来 是 是 像老爷子似的 老爷子似的 老爷子似的 他说老名 然后就要拉着我去医院 这事我妈知道了 我妈怎么说呢 我妈说 哎呀不就咳嗽嘛 那多大点事 是不是 那咳嗽是 那是事吗 阿姨也喝 是不是 来人的针带 咱不用去医院花那个钱 妈给你一个好方法 你把那生鸡蛋 你就打碗里 然后你用筷子 咳嗽咳嗽 你咳嗽 你咳嗽了 你又不咳嗽了 你听老太太说话 年轻时候就没少咳嗽 好家伙 喝一个生鸡蛋 那多心了 什么手段 这是 是啊 我也觉得 这都什么虎狼手段 我媳妇听完 我媳妇说 哎呀呀呀 你妈那招个真绝了 你说这 这真是老兽性吃鼻爽 那火腻了 真是 臭豆腐叼牡丹瞎折腾 你说你妈 就为了省上医院那几个钱 真啥招都有 把她穿了 那破衣服都给我穿了 那旧衣服不要 就给我穿 那衣服我穿 让她多鲜老啊 那衣服啊 我能穿吗 然后我说那你看 我妈给你的时候你说 哎呀真好看 我可喜欢了 我说那当时你怎么说好呢 我媳妇一听 那就恼羞成怒 变脸了 变脸了 我说 别跟我说你也没用的啊 赶紧去 甩冤去 你 你早上再渴了 我就拿五粒二胶水 给你嘴里给放上去 不是 咱那节目你妈还看过去 我看你等于是 把你媳妇出卖了 这段掐了别拨 正华哥咱俩在想一个问题 刚开始我在想 她学的这是自己妈 还是学老丈母娘呢 等她一学的媳妇我发现 这应该是学老丈母娘 但一说这个人物关系 好像啊 你媳妇进你家门还挺对的 对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说话的基本套路都是一样的 不要把我们的快乐 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之上 对 但是她说这事还真是挺普遍的 你别看这个老婆婆 跟这儿媳妇 你学得管是真是假 但是这个气氛 这个情绪挺对 对 大青岛起来就咔的 这跟着就要上演婆媳大战了 是不是 对 就是现在这个婆媳关系 咱们没有当婆婆的时候 真的是不理解 或者也不懂 就是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弟弟娶媳妇了 我就经常说 别老说人家儿媳妇 有啥说点儿子 等现在我也当婆婆了 那我儿子也结婚了 不要了 是吧 你知道吗 这个儿子这个多干了 心里不高兴 凭啥呀 对不对 你说你那么辛辛苦苦的 媳妇啥也不干 这个媳妇有事没事 就支持儿子 我也不痛快 你自己不能长 你说你还非得 让我儿子去这个什么 所以就这样的关系 让儿子很为难 很难处理 对 对 你说你 作为我来说 咱也别说 咱们跟那个 一般的这个婆婆 还不太一样 不太好意思 直接面对儿媳妇说 你怎么怎么 还不能 还得偷偷的 在儿子那 说 你看你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怎么样 等儿子和儿媳妇 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这张脸 就变好看了 啊 儿媳妇 这个你怎么样 其实就是都是装的 真的 就这样的关系 其实是太难处理了 我跟你说 最难处理的不是你 是您儿子 是啊 像你当那边 天天天天说 来 媳妇就不当她说你啊 是吧 然后你儿子那 得两头 哎 那两头瞒了 就当儿子太不易了 是啊 对 我强力要求我不当儿子 你们都把家里人都编卖完了 对吗 干您了 妈 我跟你讲 你这老婆当老好啊 女儿媳妇可喜欢你了 比亲妈都紧了 哎呀 我可啥也没说呀 咱这是改那个家庭和睦的节目了 哎呀 吓得我都不敢说话 哎呀 说嗝嗝 说嗝嗝嗝 说嗝嗝 哎呀 你们抛出这话题太难了 对呀 咱们这个节目反正是 我妈 我老丈母娘 都看 对呀 要谨慎 谨慎 一定要有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啊 对 这个莫凡的家事咱管不着 对呀 早上咳嗽这事儿 咱们这管 对 这个 其实不管南方北方 只要到了我们 阴历的秋季 入了秋了 南北方 包括你就西方白种人 他也这样 就是温度突然交替的时候 就容易出这种情况 一方面 早上这个时间段 是阴气啊 欲消未消 阳气 欲起未起 最冷 没发现吗 早晨那个寒风 跟晚上那个寒风不一样 不一样 对 晚上那个寒风 你进被窝 越睡越暖 早晨那个寒风 你要是在背窝里待着 越待越冷 这个另外一个入冬抽啊 这个屋子里 它是要干燥 这个干冷和湿冷 还不一样 室内空气 要是过于干燥 你在晚上休息 门窗是关闭的 空气不流通 又干又冷 就把呼吸道里 用来保护 粘膜的那个液体 我们叫金叶 给耗干了 这田文老师说的太对了 这个天气是一降温 确实是 不少人咳嗽 是 而这种情况一般 到中午的时候 是最舒服的 最轻的 就算咳 中午都少 而且这种咳嗽 都是干咳 没有痰 确实是 就是上午那段时间 过去之后就好很多了 然后咳嗽也没有痰 因为经过这一上午 你的饮水啊饮食啊 你身体里的筋液 把你已经干了一宿的黏膜 又给滋润回来 就像那地 这一宿冷风啊热风啊 灶来灶去地都干了 皮都裂开了 你又浇了变小鱼水 潮呼了又好了 所以就这种情况 周而复始 循环就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一般来讲 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 掌握好这个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就行 固定的时间吃饭 固定的时间就寝 然后呢 喝足够量的水 如果这个时候 把室内的湿度调整好 比如湿度 咱保存在50到60之间 这种情况就可以大大减轻 但是我也不知道 你老妈说喝生鸡蛋 那事是真的 吃鸡蛋还是开玩笑 图方的嘛 图方的 这个 劝你一句你别试 听听就拉倒了 好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鸡蛋 生鸡蛋尽量少吃 现在有一种无菌鸡蛋 这有无菌蛋 好贵的 为什么 有无菌蛋它就有有菌蛋 因为大多数鸡蛋它是有菌的 它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 产蛋的过程当中 它会接触到很多东西 尤其是沙门士菌 沙门士菌千万不要看 全球每年有超过一亿人感染 沙门士菌 有15万以上的人 因为沙门士菌感染没空调死了 但是沙门士菌有个弱点 它不耐高温 就拿废水100度 一煮马上死 70度蒸5分钟也可以被杀死 鸡蛋最好的吃法就是煮熟 煎熟 你要是想用食疗 跟你老妈妈讲一讲 我有一个方法 我觉得挺好用 反正也会用到什么呢 也会用到鸡蛋 对格子特别管用 有的时候我自己长得又不舒服了 我也用这招 那您说呗 卖罐子教我呀 你肯定是不能让我吃生鸡蛋就对了 那对 这种态度不像请教问题 这态度你教我呀 这才大的理解 麻烦您杰风老师教给我这个食疗方法吧 这态度还行 其实我是最爱听杰风老师讲这个食疗方法 很多 我们特别受益 我其实最愿意看这会儿老师学不白说话 很好玩啊 冲正华老师刚才这动作 教的你吧 对 这个食疗方法一共两样 要食两用的食材 一个呢是咱们说的这个鸡蛋 还有一个就是百合 百合 百合 花吗 百合不是花吗 那鲜花吗 那个百合花 您说是吃的那个百合吗 对 就是像花瓣一样 那个吃起来那个面都不不不不得 看起来不太爱吃 你百合 百合瓣晒干了没 人 正华哥呀 人是百合可能是没想吃 但是呢 他是管吃他不管做 他就敢装上做了 他不上厨网上去 这个百合不是百合的花瓣 是百合的根茎 根 百合花那个花 它底下那个根茎 那个根茎 球茎 跟羊红似的 也叫林茎 把这个百合挖出来 它那根长得跟大蒜一样 一半一半的林茎 这个百合入药用的是它下面这个林茎 鱼林的林 百合是好东西啊 润肺养阴止咳 咳嗽卡痰的 痰里带血丝的 进了冬季越来越重 一咳停不下来的 这个嗓子这废管啊 就像有个小刀在那拉一样 像针扎一样 用百合调理 像莫凡这种情况 小case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症状 用百合调制 我的态度是收纳把枪 而且这百合呢 它是要时两用的 其实到了秋冬季节 这个这个都可以吃一点 嗯 都可以吃一点 这个别等有症状了再吃 会养生的人那经常吃百合 我到这个季节 我是拿百合炖粥子 哦 这刚才姐夫老师说 还跟鸡蛋有点俩 对啊 就百合和鸡蛋搭配呗 对啊 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食疗方啊 它是个中医的精方验方 叫百合鸡子汤 哦 鸡子汤 嗯 这个怎么做呢 百合煮水 三碗水煮成一碗水 嗯嗯嗯 然后捞出来 这百合就算是要炸了 哦 可吃可不吃无所谓了 嗯 这个时候往这水里打一颗鸡蛋 嗯嗯 但得强调一下 我提到的中医精方验方 是区别于偏方土方的 嗯 不一样 嗯 有一些偏方啊是很偏激的 嗯 它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 嗯 所以说咱别太迷信了 嗯 大家熟悉我都知道 我从来不用那种特别偏的偏方 来历不明的方子我都不用 嗯 说到这个百合啊 嗯 不仅这个营养功效好 百合开个花还好看呢 是 啊这东西啊 是不是可以再压重点啊 嗯 又想起那小圆子了 嗯 是 这个一提到这个种菜啊 这个养花啊 那我就来精神了 嗯 那种菜这个比较爱种 但这些条件有限啊 嗯 养花还可以 您说我家里养点百合行吗 其实家里种点百合还真行 嗯 就是看你家里条件 嗯 环境啊 百合那个东西啊 开花又大又香 嗯 嗯 你就是看腻了哪天把它刨出来吃 是 就这吃我总绝对的 不靠谱 是不是 啊 这个 就就但符合你的习惯 啊 这个 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 六十岁的人啊 都愿意种菜养花 是是 一说谁 你看镇华哥 虽然这不下厨房 嗯 但是你要一提一下小圆子 种点菜 种点花可高进了 是 嗯 这个农村家里有院子等 随便种 城市现在都楼房 对呀 用块地太难了 嗯 但是只要有块地 嗯 就得想要种点啥 是 对 对 有个弄盒子种的有 哎 对对 我都种过 嗯 我在家里啊 专门搭了个架子 五层 嗯 这五层 种着五种不同的蔬菜 哎呀喝 哎 种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呢 可高兴了 有人说咱中国人骨子里 就有种菜这基因 种族天赋 对 你管是荒谷啊 严谨地啊 对 是不是啊 南极啊 宇宙太空啊 哎呀还真是 我发现有不少人啊 年轻的时候 我就是这种啊 不喜欢这种花花草草 是 这上年地以后 就开始逃逃了 嗯 现在你到我家里看 现在除了绿炉 嗯 还有好几种种就是 仙人掌 仙人球 霸王篇 都是顶花带份儿来 对啊 都是好伺候啊 对 放点粉碗了 对 对 然后啊 自己培养的 培持那种那个 那个花肥的 黄豆泡水是吧 对 大部分的黄豆泡水 嗯 我没泡过 但是我家过去 我家有养过一条狗 后来这条狗很不幸 离我而去的 哦 我剩了不少狗粮 狗你都养不活 你养活 然后呢 然后朋友 他说这狗粮 泡水它就是肥料 哦 拿狗粮 哎 然后呢 我就那个 挨家挨户 要那个大型的那个 矿泉水瓶 是 然后里头撒一把狗粮 反正灌满了水 嗯 在我那个墙根底下 一溜啊 就摆上去 这一次造文猛狗 那是一道火警线 各种那个矿泉水瓶的 各个品牌 泡的都是这个 狗粮 狗粮 我跟你说啊 有的那个水瓶 离得近的水瓶就交了 那玩意儿确实能让花 茁壮成长 哦 长得还好呢 那个蜜儿 黑绿黑绿的 那是油亮油亮的 特别好 嗯 远地方的呢 嗯 就轻易不碰 那可能是第一批灌的 我这边 这边第六批都用完了 我还没用上它 嗯 突然间一拧盖 咔 这盖就 就飞出去了 你知道吧 它里边有气体了 嗯 嗯 然后有一天 有一个搁在这个三福点 有一个搁在 那个比较高 就是这底下墙盖 也有一小墙 我就放在那里呢 嗯 突然间 有一 我们家邻居那家来客人了 嗯 人家送客人了 嗯 中午时候 阳光正毒的时候 啊 那个东西 它爆炸 哎呀我天 人家当我面是 没好意思骂呀 那个味儿 哎呀 我就想说这个 嗯 回家洗衣服的时候 肯定是一边洗一边骂的 嗯 所以打那以后 我这边现在就是 你再让我看 进屋你注意啊 嗯 你裤脚什么你得躲着花瓶走 行 不小心就刮上 全是带份儿的 就是仙人球之类的 嗯 哎呀也没想到 你这个堂堂相声民家 往那玩啊 啊 也干这种事啊 是呀 家里没事做炸弹 是 哎呀 哎呀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 嗯 主要是拿那个 豆子欧水 嗯 嗯 你这是令辟蹊径 你拿狗粮做 真没想到 剩个白瞎了 对 但是他讲完之后 纷纯欲动呢 嗯 我也想试一试 试试这行 是 我真好 是 但是你不能时间太长 你就时间太长了 对对对 它已经变质了 嗯 记住这句话 秦胶水 秦施肥 秦幻花 养不好还养不坏 那秦幻花是吧 让我们用这句话来自免吧 因为我也是这样 我养那个茉莉花啊 枝子啊 这个喜欢酸性土壤的花 养一盆死一盆老养毛 但我也没有气馁 我继续养 一年货两盆 一年货两盆 我相信我早有钱 会把他养好了 这个再加养百合这事儿 必可行 但是你得买对品种 嗯 为什么呢 百合有很多品种 你要是奔吃准备的 嗯 你就买那种食用性的百合种子 嗯 因为有的百合是不能吃的 嗯 花盆不用什么高档的 嗯 像你说那个泡沫香的 嗯 有土就行 嗯 然后尽量选沙土 嗯 往里边加点这个什么复合肥 嗯 像您说那个 可以往里试试 嗯 然后呢 把这个百合的种子 或者是那个林径 就直接埋在这土里 嗯 偶尔浇浇水就行 嗯 这个在家里实现这个百合自由了 是吧 其实回到咱们营养菜上面来讲 这老铁刚才说的那个 百合鸡子汤 对吧 就很实用 就想的好还能止咳 嗯 但是您之前描述那个制作过程 我感觉更像是碗药 嗯 感觉这玩意不能太好吃 这个百合跟鸡蛋吧 嗯 都是食材 是 但是做法呢 确实有点像煎药 嗯 不仅像这会儿老师说不好吃 嗯 可能还得挺难吃 嗯 想象一下是很难吃 关键是百合它没什么味 嗯 所以它不会太难吃 它没啥怪味 嗯 但是像你们说的确实是不会很好吃 嗯 我也明白你们意思 嗯 咱们节目什么宗旨啊 嗯 是教大家做营养菜 嗯 所以还是以菜为本 嗯 菜嘛 好吃是前提 对 既然这个方呢 是百合和鸡蛋两种食材 嗯 那咱就把它改成菜谱 好 好 我都说了嘛 它毕竟是一个中医经典方子嘛 嗯 咱们把它变成百合鸡蛋花糖 哎呀 这好这好这好 这听着就好听 哎 再加点葱花条条味 嗯 是不就行了 这小菜啊 美味 你这么一说完 瞬间我就感觉它好吃不少 哎 那咱们今天说的这道影响菜啊 我前面都已经提到过 嗯 像莫凡这种早上干咳的人呢 可以吃 嗯 自身有老肺病的人啊 更要多吃 嗯 尤其是入冬以后 咳嗽痰痘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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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嗯 更应该认真学习 铁方老师刚刚提到的人都注意了啊 咱们赶紧到第二现场 来一起学习这道百合蛋花汤 首先百合洗净 清水浸泡至膨胀发软 然后把鸡蛋打入碗中 搅拌成蛋液备用 锅里加适量的冷水 放入泡好的百合 然后依次加入姜片 料酒 大火烧开 改纹火煮二十分钟 然后再次开大火 淋入蛋液 顺时针搅拌成蛋花 再调入盐 鸡精 和少许的胡椒粉 最后盛在汤碗里撒上葱花即可 一碗润肺化痰的百合蛋花汤 这就制作完成了 这道鸡蛋液 特别适合入冬以后肺部老慢病 发作 酒壳多痰 痰中带血的人们 如果您对这道菜的做法 还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只要输入百合蛋花汤 就能得到详细的制作步骤 和具体的食材剂量 汤做完了 咱们来看看 微信上朋友们说什么 我这位微友叫大帝 他说了 自己就挺爱养花 然后也种了几种菜 说自己养的月季可好了 年年都开花 说有一个诀窍是用橘子皮泡水 然后浇花 说长得可好了 他特别喜欢把月季花晒干之后 泡水喝 说可以美容 说现在家里也准备种百合了 想问问铁方老师 这个百合花瓣 它泡水喝行不行 应该不行吧 这都是说吃根的吗不是 你这个说的还真不对 就是百合花 你拿它花瓣泡水喝也行 虽然没有根那么强的作用 百合花花瓣一样可以清肺止咳 清心安神 尤其是泡新鲜的百合花 味还挺好的 养肺的养胃的 那比如说慢性咳嗽的 口舌生疮的 口臭的 口气重的 但是它太浅 流于表面了 针对的都是口腔这一小块 药效的肯定是不如百合根 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个微友叫刘168 说这个自己是不分早晚的咳嗽 天天大黄痰一口一口的 自己看着都恶心 然后一整还上不来气 一口一口的倒气 说现在吃的是这个 大夫给开的止咳驱痰的药呢 然后听您说吃雪梨膏能减轻咳嗽 他想吃上一点去买了 然后一看这样也太多了 有这个琵琶雪梨膏 穿背雪梨膏 还有什么一口梨膏 说样太多了 弄糊涂了 问提问老师应该买什么样呢 这是样也多了就难选 市场需要可能是用的人多了 产品就多了 我不想针对某一个产品 发表什么意见 就说点建议我的经验吧 就是雪梨膏雪梨膏 它的核心的料是雪梨 那么这个雪梨一定要选金川雪梨 用金川雪梨做的雪梨膏才行 雪梨呢它只是一个水果 但是金川雪梨就不一样了 金川雪梨是正着巴井的药用水果 金川雪梨是在清脏高原上的 也叫药梨 润肺止咳效果更好 就这里说到太多 我也没办法在这把所有的门道全说 时间不够